高宏安前幾天 就是上政論節目有提到說 那個他跟他的助理們 就是和樂融融嘛 相處愉快嘛 結果那個 直播沒多久 助理就找上我了 又抓狂了 就生氣 他講說沒有 之前過得很差喔 我們很怕那個專訪一出來 有更多人窩裡反 對啊 你知道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我找找看 舉 你知道 那一天他就抱怨 因為他看到高宏安講完 那句話超不爽 他就解了一堆圖給我 那我就放比較可以拿出來講的 他就提到說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那個高宏安那個 他本來想要提個案子 可是那個案子呢 就是被他同黨的賴香菱提走了 然後他不知道 他說他指的那天早上7點多 7點45分 很認真的一個老闆 就開始敲賴群說 他們7點半就開晨會了 他說的 對 他說7點45分 他就提到說 為什麼賴香菱 昨天把我要提的案子提走了 我不知道 那我寫好案子怎麼辦 然後他就進辦公室就氣噗噗 而氣噗噗之後就罵那些助理就說 那你這些我寫好的案子 你不要走黨團 黨團是那個只要 他們如果是黨團提愛 只要5個人連署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不是走黨團 會要找15位立委幫他連署 所以他就罵助理講說 你去跟我走那個連署 結果他找不到 因為其他的立委就笑他們說 你們才5位還沒幫我走黨團 是內部分裂還是內部內鬥 而且助理還常常跟我抱怨說 他常常晚上叫我去抄其他立委的法案 他有舉例 他有截圖給我看比較有名的就是 他說他負責抄的是那個 娃娃娃娃 你知道嗎 他說 這個料很猛耶 對他就說他去看那個預算案 他猛打別人入文抄襲 他自己涉及的是法案抄襲 所以他那天專訪的時候 都說他是第一名耶 都說他自己是第一名 說他是立法院評鑑第一名 然後那個主持人來說 你看看第一名這樣也要搬 是不是其他人都要搬 第一名他就不會偷客機嗎 是啊 第一名他就貪污無罪嗎 他說第一名這樣 而且那個助理費跟加班費 執行率97%點多 如果第一名有事 其他人也應該都有事 你看這是什麼天價的 是沒有邏輯啦 這個叫做融會貫通啦 對不對 節償不短啦 就是他 所以你先回到助理這邊 對我先回到 他是負責抄網網魚的提案喔 不是啦 就是那個立委們要省預算案嘛 然後省預算案 他如果看到人家不錯的 只要不錯的他就會截圖錢 然後傳給助理說 叫他也去抄一份 也拿出來簽 他說比較有印象的 他就有抄到那個 李維德跟王婉瑜 李德維跟王婉瑜 然後王婉瑜他說是抄那個 科技三法是講那個 軍公教相關的福利的 對他是負責抄三案 一個晚上就抄三案 人家這麼認真提法案 那一個晚上就給人家抄走 還抄三個 對 改幾個字就提出去 真的 聽說就改幾個字就提出去了 真的 對有興趣的話 可以拿出來比對一下 然後他心情上是覺得 這個老闆怎麼樣 為什麼看完專訪 都試過境界人家就當市長了 他離開他身邊有這麼久了 他還要跟你爆料 他還爆什麼料 他顯然是不是心裡有創傷 還是怎麼樣 真的蠻多助理都心裡有創傷 因為我之前有約很多助理出來喝酒 前助理們喝酒 然後跟他們聊 真的 他們主要就是說 那個高皇安就是對下屬不好 嚴苛抄 當然高皇安後來有自己澄清 他覺得這個叫做他們辦公室有挑戰性 他去年有說這是他們辦公室有挑戰性 但是在助理的看法就覺得嚴苛抄 像我之前也有貼出他們對話幾乎 就講說他們早上還剩三分鐘 他們就會有人在吹說 還有三分鐘 你們還沒有到辦公室之類的 主任出來吹 當然不是他本人 但是就是覺得說 你是為什麼要對屬下那麼嚴苛 因為坦白說實在 你管理助理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候助理晚上是晚下班 或者是半夜抄罰案很累 他們這種半夜抄完罰案的 早上還是要七點半到不能遲到 對啊而且 遲到還是要罰錢喔 遲到要罰錢 而且杯子沒洗要罰錢還記不記得 就人家法案說你很忙 杯子放在那邊先泡個水 可能下班 我只能說你們真的是辛苦了 但是這次有個案外案 大家想說會不會繼續辦下去 槓算開花 利久這個案子 永齡基金會每一個月十萬塊給利久公司 那麼現在起訴書上寫著 這十萬塊裡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幫 高皇安請一個助理的 對 然後其他的呢 其他的錢怎麼用 那為什麼跟網路事業有關係 目前你的了解是怎麼樣 我今天早上睡醒的時候有肉搜一下 這位誠信助理 然後有在網路上找到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網路的履歷表 那可以看到說他上一份工作是在那個 公投的團體工作 那結束之後就到那個高皇安的辦公室工作 那他因為是他本人寫的 所以我就相信他本人寫工作內容 裡面有包括說幫忙管理粉專 還有五千人社團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民眾黨裡面的內部社團 然後還有什麼賴群啊 管賴群啊 還有要幫忙攝影啊 還有幫忙溝通啊 幫忙選民服務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至於說他花多少 不知道他花多少 但是我們可以看他上一份工作 他上一份工作我查了一下大概是四萬塊錢左右 所以十萬塊裡面大概有四萬塊是支付他的薪水 那另外六萬塊就不知道是拿來做什麼用了 我是賴清德 預祝三立新聞網十週年生日快樂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長何友宇 恭喜三立新聞網十歲了 祝三立新聞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週年生日快樂 ownよ Tutaj 唯一